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表姐 郑爽事件的最新进展呢,本人发微博继续回应,太长且难懂 总结一下给大家,大概意思呢就是我没团队,微博是我自己发的 张恒出轨了,出轨后呢甚至还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 他确实跟我借钱了,张恒爸妈找我爸妈道歉,现在出现的录音不完整 完整版呢有六小时,我把张恒的护照还给他了 但是隔天账面上的四百万呢也逐渐消耗见空 我着急了,开始找人帮忙,同时发愁,孩子怎么处理 在郑爽的两条微博间隙呢,爽霸、郑成华呢也发文晒出了一份判决书的同时 指责男方呢欠钱不还,并且在恋爱期间出轨了N次 手机里呢还录女生的不雅视频 反转的是爽霸呢说张恒借两千万不还 但点开判决书一看,似乎呢是女方主动借款 对方不接受就不理人 接着媒体呢发布郑爽张恒父母的新录音 孩子送人呢其实是满足了没有孩子家庭的遗憾 这个错误呢至少可以让对方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至少呢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阿姨你现在不用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以后还有感情 我们孩子可以再要 包括我们所有一些受精卵都没有用完 还保存了这些东西 另外呢他还解释了跟张恒要钱的原因 我是不想让他说我和郑爽这个孩子 不想让他去要这个孩子 所以我最后有点逼他,我说那你出钱吧 我说你多少钱 就是我会有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点 然后呢时间来到20号优酷的狗仔呢 当面问他是否呢决定弃羊 郑爽呢没有回答 助理呢试图打掉镜头 华顶奖官威呢宣布取消郑爽的荣誉称号 短短几天呢郑爽之事的剧情呢 发展堪比一部八十级的国产狗血剧 其实呢事情本身不难懂 主要呢是当事人的回应过于晦涩 当一众吃瓜群众呢 觉得自己理清了来龙去脉 郑爽的一发微博 大家又懵了 上连首先演示特别low 没有团队的郑爽 下连第二天他甚至还在问我的团队 我的活动有没有给他准备衣服 横批您猜我到底有没有团队呀 难怪有人说呢郑爽每回应一次呢 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小鱼种 爽足 我国第五十七个民族 爽言爽语 自带加密 郑爽凭借爽言爽语 一举呢晋升为娱乐圈最顶尖的糊弄学大师 他本人说话的精华在于 看似回应了你的问题 但是语言逻辑跟问题重点呢 毫无关系 反正我说了 听没听懂是你的问题 关于爽言爽语的官方事宜呢 汇总了一下郑爽出道以来的爽言爽语 发现了总共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自言自语式和为难他人事 所谓自言自语式呢 就是没有明确的说话对象 你不知道他在说啥 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 很多人呢好奇张衡能怎么欠郑爽2000万的 事实上呢 郑爽的爸爸晒术的判决书呢 给出了我们答案 但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件事呢 我们先从张衡和郑爽的恋爱说起 之前呢不少郑爽的粉丝 都说张衡呢和郑爽在一起呢 是为了骗钱 就连郑成华呢也说 爽呢是奔着白头偕老的目的 跟他好好过日子 但他是奔着骗的目的 跟爽交往的 但其实呢张衡并不宠 可能没有明星有钱 但家里呢至少一时无忧 张衡呢很小就去国外读书了 高中和大学呢都是在美国上的 2009年他高中毕业于美国圣马克思中学 2013年的张衡又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 这所学校呢是美国顶尖的公立大学 能在美国上高中和大学呢 且从张衡社媒照片来看 他的留学生活丰富多才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家庭 一个从小被富养留过学 见过世面 受过高等教育的张衡 为了钱去谈恋爱 似乎说不通啊 张衡呢和郑爽年纪相仿 郑爽呢成了女明星 但张衡呢混得也不算差 两人呢相识于一档节目叫 这就是铁夹 郑爽呢是女嘉宾 而张衡呢就是此节目赛事总监 能当上赛事总监 就证明呢张衡能力不差 说起这个节目呢 就不得不提郑爽赛场发飙的名场面 张衡说呢一开始 自己呢对郑爽的印象并不好 而这句话呢还曾被群嘲 他情商低 但如果呢你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遇到郑爽这样的嘉宾 估计呢就能和当时的张衡共情了 不过呢因为节目两人慢慢接触多了 张衡呢发现郑爽是聪明的 据说呢当时郑爽呢 为了自己的战队能赢 主动加了张衡的微信 于是呢两人就联系多了起来 随后呢就谈起了恋爱 郑爽爸爸呢晒书的法院判决 书中呢是这样写的 张衡呢辩称 该两千万元呢并非借款 而是原告让被告从原公司辞职 专心担任原告经纪人 并负责管理双方共同投资的 两家公司的经济补偿 和提前预付的十年劳动报酬 尽管张衡的说法呢被郑爽的爸爸骂 还甜脸说是给他的工资 不要脸 远饭硬吃第一名 但有一点呢不可否认 那就是是郑爽呢 让张衡来给他当经纪人的 可以看到呢 在这段感情里呢 张衡还是很卑微的 他一开始呢 并不想借郑爽的两千万 到郑爽的身边工作 但不答应的话呢 郑爽就不理他了 最后呢张衡呢 接受了郑爽的钱 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 张衡呢是这样解释的 当时呢 郑爽希望他从原单位辞职 专心的经营两人合伙的公司 所以呢 给他支付了两千万 作为离职补偿 和提前预付的劳动报酬 但出于一个男人的自尊呢 不愿意白拿这钱 于是呢就说 那我先借你的 如果以后公司赚钱了 高于两千万就不还了 如果低了就退补郑爽 结果呢 我们也知道张衡呢 和郑爽的公司 效益并不好 还记得郑爽呢 宣布解散公司后呢 有网友发现 张衡拉来的两个朋友 又注册了新公司吧 很多人呢猜测 张衡呢 就是利用了郑爽 和朋友呢 卷了郑爽的钱跑了 而郑爽呢 一家似乎呢 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真的这么险恶吗 张衡呢 给郑爽公司拉来的两个人 一个叫陆继恒 一个叫蒋耀凯 两人呢 曾是金乖乖股东 目前的确呢 已经注册了新公司 韩子科技 这是其中的一位陆继恒 前文说过 张衡呢 在美国读的名像 而陆继恒和蒋耀凯呢 都是张衡的校友 这两人呢 都是技术大牛 张衡呢 跑美国求了好久 才说服两人回国创业的 只能说呢 张衡为了郑爽的科技公司 也是尽心尽力了 但人家呢 不能白来吧 毕竟人家在美国拿着高薪 除了给购工资外 张衡呢 和郑爽呢 也担任了给股份 最后呢 这哥俩就回国了 事实上呢 但凡有点商业常识的人 就知道创业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 更何况呢 还是做APP 要养技术团队 前期烧钱呢 都是大把大把的 而效果呢 也不见得好 好用的APP呢 都是慢慢磨出来的 显然呢 郑爽一家三口 见到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一点没赚到 就不想再投了 这从郑爽的律师 致信金乖乖的员工的内容呢 就能看出来 郑爽嫌弃 烧钱太厉害了 超出了预期 张衡呢 单方面的宣布 从金乖乖辞职的时候说 自己呢 是和实际控股人郑爽 之间经营理念不同 所以呢 才辞职的 应该是张衡呢 想要继续维持公司 但郑爽呢 想要及时止损 很大可能呢 这件事呢 是两人感情破裂原因之一 初步推测呢 两人的感情不好了 甚至呢 要分手 任性无来惯了的郑爽呢 于是铁了心的 要把孩子送走 但张衡呢 又不同意 让原本呢 还能挽回的局面呢 彻底失控了 孩子可能是压倒 两人感情和公司 经营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得不说呢 这两位技术的按钮 也是实惨了 不仅回国 创业失败 卷入了一场闹剧之中 重新注册了新公司呢 还被外界质疑 按照郑爽方的说法 张衡呢 是骗了郑爽的2000万 但张衡方呢 在判决书中却表示 实际上呢 涉案款项呢 并未投入双方 共同经营的公司 实际用于郑爽本人 及其父母的开箱 还有为郑爽 原创一幅品牌的花箱 另有一千万呢 买了理财 三百多万呢 买了股票 已被法院冻结 张衡到底要不要 还这两千万呢 法律说了算 没有人关心官司问题 郑爽呢 作为一个 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明星 且不说和张衡呢 一起专法律控制 出国代孕 他本人呢 在代孕后呢 还气扬 已经触及了道德底线 好了 今天发表姐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